一杯咖啡帮助弱势 为了协助身心障碍者能够迈向致力 拥有合适就业机会 黎明身心障碍所庇护工厂 将位在花莲市光复街37号的乐道庇护商店 重新更名为乐咖啡 以社区咖啡店的面貌扩大了公益的服务 也期盼借此来培养身心障碍者投入职场 迈向经济致力的机会 欢迎乡亲能够来到现场给予支持 一杯咖啡一份鼓励 黎明乐道身心障碍者庇护商店 原本是庇护工厂点心 喜乐园无毒鸡蛋等产品的销售点 为了扩大服务 今年特别更名为乐咖啡 除了维持员服务 更以社区咖啡店的模式 有一位支持性就业服务员 主导咖啡餐点的准备 并培训庇护员工进行顾客接待 代位点收费用等工作 扩大公益服务 热咖啡是老听新开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跟县政府申请了 所谓的振兴的一个计划 把我们之前热道庇护工厂 这样的一个骑士 就是把它转变成社区型的一个咖啡厅 来做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营运 在市营运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不断地培训它 包含比如说它的最基本的工作 可能是那个影条的部分 它如何去测量它的那个 测量它的那个功课数 当然我们最主要还是希望它能够训练它 调制咖啡之类等等的部分 那也当然是要带领的 我们的身性障碍者 给它这样的一个支持 支持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咖啡店的 一个训练当中 培养它的一个职训的一个部分 那同时也要分享它的一个成长 跟它的喜悦 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自力利人 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 符合我们黎明机构的 所谓的宗旨的部分 感受花莲生活的慢步调 品尝一杯咖啡的同时 给予身心障碍者自力的机会 会在华联市光复街37号的乐咖啡 也提供茶饮、清食等餐 还买得到黎明向阳园的鸡蛋、蘸黄粉、浓木产品 及黎明社区作业所首作品部与真知代编之品 欢迎社会大众前往给予支持 点一杯咖啡跟着黎明 陪同身心障碍者迈向自力 记者长方业华联市报导